各位朋友早安 我是鄭佳琦 欢迎收看1月22号星期一的大爱早安新闻 今天是农历的12月12 今天大家有没有觉得很冷呢 还没有到最冷的时候 今天的天气小滴 你要告诉大家 这个星期寒流来袭 大家要把一个数字记起来 那就是6度 苗栗以北有机会出现6度以下的低温 入冬最强一波冷空气 开始渐进式影响台湾 出门的标准配备包括了 毛帽 围巾 口罩 大衣等等 缺衣不可 建议骑车的朋友也要记得戴上手套 而目前针对了苗栗以北 以及金门 马祖这些地方 总共有11个县市 发布了低温特报 今天清晨本岛平地最低温 出现在云林湖尾11.9度 今天还要提醒的是 北台湾的民众不仅冷 还会下雨 主要是受到了华南云与区 东夷的影响水气比较多 局部地区会出现大雨的情形 而其他的地方则是越晚越冷 周南部则是属于日夜温差 比较大的天气形态 那么面对寒冷的天气 我们的防寒准备有哪一些 还有在生活上有哪些细节 要特别留意 一起带大家来了解 外头冷嗖嗖 民众穿上后外套预寒 随着寒流南下北部已经变天 专家表示接下来会越来越冷 早晚都要盛方低温 苗栗以北一些空旷地区 不排除有低于这个6度以下的低温 那么台北气象站 目前看起来大概是接近9度 22 23 24 25号白天稍微减弱 但是它减弱的幅度还是没有那么明显 一直要到26号寒流减弱的程度 才会相对的比较明显 专家提醒北部东北部1000到1500公尺 周南部2500到3000公尺的高山 有机会下雪 是因为水汽相当丰沛 医师提醒医用儿长者 以及心血管疾病慢性疾病患者 都要特别注意保暖 出现这些症状要尽速就医 像一些老人家有一些慢性呼吸道的疾病 如果觉得说开始呼吸会觉得比较急促 或者是说咳嗽 那它的弹量变得比较多 或者是说它的弹的颜色变得比较深 有一些病人有一些心血管的问题 那它还是觉得会胸闷 会觉得呼吸好像喘不过气来 或者是说平常活动啊 爬楼梯比较没有什么不舒服 但是现在做这些事情 会觉得身体会有这样异样的 这种不舒服的感觉 那这可能都是一个要小心的一个征兆 全台激动提醒民众早出晚归 更要做好保暖工作 大爱新闻综合报道 今日的国际关键次要来看到心理重建 要来看到的就是大爱新闻采访团队 从日本传回来的最新情形 以及灾区的故事 日本能登半岛强震事发到现在 22天的时间过去了 以几个重灾区的情况来看 还是停留在刚刚发生灾害的样子 包括了市区街道冷冷清清 而这一次慈激之工前往发放热食的 医院院长岛中先生 虽然每一天都还和慈激之工热情的互动 但其实地震过后 他也面临极大的身心压力 我会在早月中的日子 刚才我跟她一天拜拜 就找藉口四個時十分就可以想視睛 然后又有些天你 我的老婆买近4天 于是最有机 executiv residencyoul拓心 病院是水应道不足 吃饭 所以就是只有上海 入院患者さんをまず退院できる方は退院させて あるいは退院できなくて治療が必要な方は金沢の方に移送しました 一番困ったのは陶石の方ですね 一番道家小松まで片道6時間かけてその患者さんを運びましたね 全員が被災したわけですし ほとんどの人が家を失ってしまいましたから やっぱりこれだけひどい被害を受けるとみんなやっぱり心が病みます それは特殊な精神科の先生たちが来ているので その人たちに任せて精神的なケアをしていただいています スタッフさんたちも 職員も皆さんかかったりあるいは避難所の人たちを見てもらったりして でも悩んでも仕方ないしね 1億回悩んで元気になるんだったら もう1兆回くらい悩みますけど 笑顔でやっていきたい 配給する時もみんな親切 とっても親切で笑顔で明るくて助かる ねえ被災地ってやっぱり暗いですから 明るくしてくれるととても助かります 日本語にあるんですよ 笑顔で福来たるって だから笑顔でやってからないね どうせいずれ何年間後には 本当に笑顔で皆さんと一緒に会えると思います はい 失礼しました 希望還能夠笑着跟所有人互動 的確看到了人間有愛 加勒比海島国多米尼加 一個曾經接受過慈濟幫助的河邊區 当地居民在慈濟志工 這一次的發放行動當中 聽到了日本的強震災難 主動走上街頭目行目啊 熱鬧的唐人街 志工在街頭還有超市捧着愛心香 為日本地震災區募集希望 志工當中好幾位是首都聖多民歌 河邊區的受災民眾 目行目愛特別賣力 聽到慈濟要發送購物券 河邊區的居民站起來首舞足道 河邊區前年和去年兩次大淹水 慈濟都伸出援手 最近這一次淹水 慈濟更帶動居民打掃 也舉辦發放解決大家的燃眉之急 你怎麼感覺到今天 非常好 非常幸運 今天跟你們一起 非常幸運 非常幸運 依照每戶家庭的人數 提供180到240美元 相當5600到7500台幣的購物券 現場溫暖的氛圍 大家放心說出生活中的不如意 現場還有一位先生 脊椎受傷行動不方便 志工全程陪伴 無所求復甦 帶動受災民眾當志工 讓災區揮別陰霾 湧現希望 然後接受這寶貝 非常好 謝謝神 讓我繼續祝福 她和所有的 《大愛新聞》 真摔美志工朱姚林 多米尼加報導 接下來歷史今天的單元 要帶大家回顧 1月22號的這一天 有哪一些慈善阻跡 2011年1月22號 澳洲水患池源 接連洪水侵襲澳洲昆士蘭州 超過四分之三面積 被宣佈為災區 20萬以上居民受災 有哪些慈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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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聚工在布里斯本的達拉區 古德納區展開兩場發放 這次慈善 很感動 非常感動 非常感動 那因為第一次這樣子 我們就很擔心說 山民不知道這個訊息 所以中午有一批人還沒有結束 我們就趕快到下午三點半的這一場 去做家訪 你用什麼用的 500元 我們要用什麼 我們要用這個 你想要用這個 當然 我們要用這個 水患災區 此季是第一個 發送限職卡的團體 一張命額500澳幣 另外還有毛毯 生活包 醫療包 過去我們的發放 多數都是我們的華人比較多 那這次真的是澳洲人 那是很大的不同 那也感動了這邊澳洲的親民 水災發生後 全澳洲此立志工總動員 從接洽到關懷 發放物資到協助災民清理家園 也讓此季更深入澳洲當地 2006年1月22號 日本首次自辦街友熱食 大雪紛飛的日本街頭 在此季日本峰會裡卻熱情洋溢 志工們忙著烹煮熱食 這是慈濟日本峰會 即1995、1996年與山友會 合辦街友熱食發放後 首次自辦 劃出慈濟在日本慈善的一大步 請勸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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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勸 170位街友在東京新宿區中央公園 享用志工親手製作的素食餐點 隨事後遭到管理局人員支持 一度帶給志工極大挫敗感 但越挫越勇 在2006年的一月那時候 那一天剛好下了大學 我們阿波羅的第一次做 竟然是下了大學 是要靠手不是嗎 想起了上海的話 在上海再那麼艱難的 所以他們都走過來 那一場雪就可以考驗我們的愛心 柔軟的宗教力量跨越繁離 如今此季日本街友熱食供應 已經成為當地街友和弱勢 熟悉的暖心滋味 2002年1月22號 彰化晉思堂啟用 從1998年籌備施工 到正式啟用 歷時三年多 彰化晉思堂約有4000多坪 由當地志工出錢出力打造 人工出收 NXT 民眾不同的 本來是 靠近在管理 靠近離 剛才テージ 都還airy 一磚一瓦結合當地文化特色 設立20多年來 不僅是慈濟之功 匯聚之處 如今更成彰化地區 推展慈善 教育 人文重要據點 持續在當地發揮極大影響力 今天的早安慈濟 請要來跟大家分享 慈濟進入到敘利亞 援助當地一間醫療診所 重新恢復運作 因此更能夠及時幫助到敘利亞的難民 邀請到參與這一次專案的 慈濟基金會執行長辦公室的呂芷華 芷華早安 主播早安 好 芷華我們先來跟大家說明一下 這一次的因緣是如何牽起這一條線的 這個因緣是因為去年土耳其土序的大地震發生的時候 那土耳其它獲得很多國家的資源時 同時就是敘利亞它就是沒有獲得到足夠的資源 那我們前線的團隊呢遇到土耳其世界醫生聯盟 那開始談起了合作提出這個凱利診所的援助 那凱利診所呢它的地理位置其實離土耳其的邊界很近 它那邊有差不多二三十個難民營 那因為土耳其世界醫生聯盟 他們缺乏的資金就是停止了營運三年 這些難民就是如果生病的時候 他們必須走路兩到三個小時 就才能獲得到這個醫療的援助 所以是因為地震的關係 然後跟土耳其的世界醫師聯盟有結緣 了解到敘利亞這一端其實是急需要幫忙的 好 那這個凱利診所重新恢復運作之後 我們這一年來總共幫助了多少人 然後大部分的病患都是因為身體哪方面的病痛 大部分幫助的都是女生還有就是小朋友比較多 百分之五十八都是女性 然後十七歲以下的兒童 佔的人數也比較多 很多都是因為慢性病的長者都會前往診所 然後固定定期的這個拿藥拿這個免費提供的藥 然後另外也有就是提供心理師的這個諮詢 對這個婦女幫助很大 那我們今年也決定延長這個計劃 繼續幫助凱利診所的這些難民 然後就是希望提供這些醫療 還有就是醫生的諮詢的服務 是 好 所以我們去年算是結緣的第一年援助他們 今年2024年打算持續這一項援助 所以當凱利診所的這些醫護人員 還有附近的難民朋友了解到援助計劃 還要再延長一年 特別錄了一段感謝的影片 我們一起來看看 這裡是一個很重要的 這次的支持 能助這個人們的主意 這個人們是不足夠的 我們非常準確的 做這段時間 我們希望這次再次讓我們 就會繼續提供這個人們 要再次選別 我們希望你們 要求他們三個年 要求我們三個年 你們有支持我們 你們有幫助我們 我們的支持 mana 我們的工 yardım 好的确芷华在这一年跟他们互动 一年下来您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呢 我非常很感恩就是有这四到五位的医生 在这个诊所援助这些难民 但我很我感觉我真的是很幸福 尤其就是身为女生 能在叙利亚帮助就是更多的女生 因为在叙利亚他们就是女孩子都是早婚 然后就是早生小孩子 然后他们又遇到这个内战 所以他们的心理压力真的是非常大 都会得忧郁症 那跟他们互动就听到了很多故事 尤其都是妈妈带着小朋友 就是去我们的这个凯利诊所看病 但有可能就是因为先生啊 他们没有钱或是怕丢脸 可能就是不会让妈妈带着小孩子就医 但因为现在有这个诊所是免费的 有这些免费的医生 然后有免费的药可以提供 妈妈就可以安心的带孩子就是看病 那他们在这个过程就是会慢慢好起来 那其实我自己在这个过程中也觉得 他们能收到这样的完整的这个基础医疗的援助 我真的是很开心 那也很开心就是这个专案可以延续到今年 然后帮助这群的妇女还有小朋友 是 好 我们也非常感恩 芷华带我们了解到援助叙利亚的凯利诊所 非常感恩芷华 感恩 除了我们看到是在叙利亚的援助医疗行动之外呢 继续把镜头转到印尼 来看看印尼慈济医院的医护同仁 乐于参与志工服务 最近则是前往当格朗的一处养老院陪伴长辈 润妇乳擦在老人家的手脚上 再慢慢涂云按摩 印尼慈济医院医护举办一日机构关怀刑 他们拜访的是马发迪养老院的长者 平日总是老老相伴的长辈们 这天因为有志工和医护人员的陪伴 院内多了很多欢笑声 剪指甲和剪法服务 老人家倍感轻爽 然后他们也很难剪剪自己 因为眼睛已经不够担心 所以 q 他们很开心 因为我真的不在 所以我真正好的感觉 和感觉更值会 我可以设计 我认为我妇护 是pora特似像我自己人 就像父親一樣 我認為父親是自己的父親 謝謝大家 職工和醫護一天的陪伴 讓養老院裡的70位長者 享受了天倫 也開心迎接新年到來 大愛新聞 立萬 郭家文 傑菲爾 印尼報導 再來看到馬來西亞 慈濟馬六甲峰會 為照顧戶舉辦了 歲末祝福的活動 還設置了醫診區 醫檢區 還有遊戲區 讓老老少少歡喜相聚 健哥髮型樣貌清新 醫診區看健康 提振活力迎新年 我們要慢慢做 我們要慢慢做 手機補充 做的時候才會有力氣 患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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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患 防疫和病患病患病患 sealing sensor 有瞬性病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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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炷 term бол Like drum患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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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患空患 Miller 所以我們通過做珍珠目的 給他活血感制度 另一個內場是慈濟馬六甲分會 為照顧戶家庭安排的 歲末祝福節目 這個有個愛的社會 所以這個是非常好的 送你的祝福 還原又喜氣是過年的儀式感 大家先回慈濟的家 把幸福延年 祝大家新年快樂 萬事無益 大愛新聞 台中有一名10歲的小男生 最近覺得生殖器部位 紅腫疼痛 家長趕緊帶他就醫檢查 才知道是被細菌入侵 罹患了腹膏炎 10歲的張小弟 殷囊紅腫疼痛 但他先前並沒有遭受碰撞 也無外傷 整個殷囊會變紅 變腫 那個紅腫痛的狀況 實在有點忍受不了了 他才跟這個他的爸爸媽媽講 偏向是這個腹膏發炎 小朋友罹患腹膏炎 大多是感染了梅漿菌 腸病毒和腺病毒 醫師用抗生素治療張小弟 三天後康復出院 事實上不論細菌還是病毒 一旦入侵人體 除了造成發燒和呼吸道症狀 也可能併發其他器官感染 像六個月大的宣宣 高燒不退 就是反覆發燒就覺得一定有問題 走來急診去看一下 然後看完之後 驗完就是密尿道感染 遭受病菌感染的小病患 除了發燒 腹痛 肌肉無力的典型症狀 生殖器或避尿道也可能發炎 導致局部腫痛 貧尿 尿道分泌物增多 甚至解尿疼痛 小朋友身上有什麼樣子的不舒服 受傷或什麼異狀 都要主動跟大人講 寶寶心裡苦 但寶寶不說 家長要灌輸正確的衛教觀念 一旦孩子的私密處發生異常或疼痛 就會勇敢表達及時就醫 不要讓小感染拖成了大病痛 大愛新聞 張澤仁 林新鴻 歐陽光輝 台中報導 接著關心天氣數據 北部應有雨 氣溫10-14度 降雨機率70%-100% 中部地區 氣溫12-20度 降雨機率30% 南部氣溫15-26度 降雨機率20% 東半部氣溫12-22度 降雨機率20%-90% 離島 氣溫5-18度 降雨機率20%-90% 以上就是這一節大愛早安新聞 我是鄭家綺 我們明天再會 中部地區 降雨機率20%-90%-105-16度 降雨機率20%-80%-30%-80%-60%-80%-60%-80%-90%-90%-10%-100%-80%-80%-20%-13%-20%-100%-60%-20%-90%-17%-20%-70%-30%-25-7%-70%-60%-20%-70%-20%-80%-60%-23-0%-90%-80%-20%-20%-20%-70%-20%-80%-0&-70%-70%-80%-70%-80%-70%-50%-31%- falta的裏面